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的是抽样 我们要了解 我们为了要去省时以及省力 以了解母体的状况 所以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抽查抽样的方式 但是如果说我们抽样方式不佳 那么我们也会得到失败 最重要的就是很有名了 这个例子 就是美国是在1890年到1938年 一个非常风行的一个杂志 叫做文学文摘 那么他当时在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预测预测什么谁呢 在1936年 美国总统大选 他当时这是蓝灯 他代表的是共和党 这是罗斯福 代表民主党 那么 当时他们抽样的方法 做出来的结果就是 他们预测的是蓝灯 必然获胜 那么他们采用抽样的方法是采用的是什么呢 采用的是 这电话号码 电话 采用的是汽车车牌 还有呢 高尔夫的俱乐部的名单 我们来想想 1936年 就是刚好是在美国经济萧条的末期 那么罗斯福他们推行新政 那其实大部分的人是支持他的 可是他们所调查的对象 用电话 1936年那个时代的话 电话本身来说 不是每个人都有 那一般来说都是有钱人比较多 而共和党代表的是比较有钱的资本家 车牌汽车 有汽车的对象 当然有钱人 高尔夫的俱乐部 当然都是有钱人 所以当时他们所抽得来的样本 是无法去确切的去描述整个母体 所以他们得到的是一个不正确的结果 那么现在我们来介绍的是抽样的方法 整个抽样的方法 其实原则上大约是这样的 我们分为随机抽样 随机抽样 我们大概介绍就是四种 简单随机抽样 什么叫做系统抽样 什么叫做分层抽样 什么叫做部落抽样 那么非随机抽样 它也是有价值 那么非随机抽样 我们也介绍四种 给各位同学大概了解一下 我们常用的抽样方法 那么要知道它的名称 这是我们主要就是介绍 这个它的定义 那么先介绍的是简单随机抽样 什么叫做简单随机抽样 我们从这个名字上面来看就知道了 Simple 非常简单 就是说我们把所有母体 每个母体的每一个成员 都编好号 然后呢我们来抽签 随机的抽签 每一个成员 他都有可能会抽到 每一个成员抽到的几率都是一样的 我们就称这个叫做简单随机抽样 比如说我们一个班级 50个人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呢 都要做一个签 然后放在签筒里面 我们找一个人过来抽 那么就叫做简单随机抽样 说的很简单 但是基本上来说 这样子的抽样的方法 其实是不容易的了 我们来介绍什么叫做系统抽样 既然所说的叫做系统 系统化 就是说我们采用的是一个 等距的方式去抽样 比如说是靠的是号码牌 就电话固定就是加一个数字的 例如说我们的班级好了 我们要抽几位同学 那么从5号开始 抽了一个5号来每加7 我们加一个7 那就是12号 再加7 那就是19号 每个人编好号了以后 依据等距的方式去做一个 这是26号 这几位同学的话呢 就来做题目 那他这种称为什么呢 系统抽样法 那么所谓的分层抽样 分层抽样就是将这个母体里面 分了一些互斥组别 注意什么叫互斥呢 就是说他们之间是没有交集的 像是这种方式就称为是分层 它分成了在男生里面有信仰 无信仰 女生里面有信仰 无信仰 这都是 这表示都是互斥的 那么在一般来说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想要了解的是 小学一年级学生的数学程度 那么我们找了一个学校 想要调查小学 这个是学校 想要调查小学的程度 那么怎么做呢 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可是我们发现 里面它其实有分成了三种的班级 它采用能力分班 那这是我们所说的高级班 我们一般来说 这边有有普通班 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呢 是加强班 是比较弱的 那么我们从这边 高级班里面 找出一些样本 这是用随机的方法抽的 这也找出一些样本 这也找出一些样本 把这些样本组合起来 我们就这次得到的样本 我们就称为是分层抽样 它分了好几个不同的层次 那么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最后一个随机抽样的方法 就叫做部落抽样 所谓部落抽样 就是假设这个母群体 它有很多个部落 例如说这是一个班 我们想要了解的是 这个学校里面 一年级的学生的数学程度 那么它是有五个班 一二三四五 有五个班 而且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班级的话 它并不是有能力分班 所以每一个班级其实平均程度 是差不多 那么我们想要了解这个母体的话 我们就怎么做呢 我们就抽一个班就可以了 我们就按照随机的方法 就抓一个班出来 那么每一个班 其实大概就能够 充分的去描述这个母体的状况 那么我们要比较一下 部落抽样 跟分层抽样的差异在哪里 刚才我们介绍的是分层抽样 如果说它是分成了高中低三种班 它是采用的是能力分班 那么如果我们用的是部落抽样 就会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偏差 万一不小心 我们抽到的是高级班 那么我们会以为 这个整体来说非常强 或抽到的是非常差的加强班 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得到了一些 不正确的结果 所以以能力分班来说 差异很大的 母体状况差异很大的 我们就会采用的是分层抽样 如果说是个体来说部落 差异不大的 我们就可以采用部落抽样 那么现在来介绍的是 非水系抽样的第一种方法 也是最常见的方法 叫做convenience 就是所谓的方便抽样 偶遇抽样 这种方式 其实在同学做专题 或者是做一些研究上面来说的话 调查上面最常用的 就怎么做呢 常常我们是在什么呢 在心院门口啦 在车站啦 在我们的捷运的出口 我们的话常常见到 有同学的话 在捷运门口 然后他们会看到适当的人 所谓适当的 就是他们自己选的 然后去做一个问卷调查 像这样子的做法的话来说 就是叫做方便抽样 那它是属于是非水系抽样 它好处在哪里 方便 费用低 时间省 但是 抽样的误差很大 那它也不是完全无价值 他们是用于说市场的初步调查 或对调查的状况 不是很明调的时候 我们可以采用的是这个便利抽样 这是一个常常用的一个方法 那么既然是主观抽样 主观抽样就代表的是 我们早已经有定见 而且非常清楚的了解 对于这个抽样的对象 我们已经有明确的了解了以后 我们就是直接去抽样 那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呢 是我们已经对于研究的领域 十分熟悉的时候采用 采用什么呢 具有代表性较高的样本 那么我们想要了解的是 比如说我们要了解的是 中部地区的旅游市场 我们想要了解的 那我们就应该会往哪里去呢 去日月谈啦 去西头 直接就好进去调查 这就是所谓的主观抽样 那么配额抽样 其实也是其中的一种常用的方法 就是用所谓扣打 他们是这么做的 也是分成了好几层 跟分成抽样非常像 分成了以后 再过来抽一些样本 不过这个地方来说 他跟分成抽样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配额抽样是由调查人员 在配额内主观的判断选样本 这是选出来的 这是选出来的 选出来样本 所以他本身来说 他也不是随机抽样 这个叫做非随机的抽样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要跟分成的 分成配额抽样 要区分 区分一下 那么我们介绍最后一个 非随机抽样的例子 就是所谓的snowball 滚雪球 滚雪球抽样的话的技巧是说 对于被访问者的话 访问完了以后 再请他们去介绍他的朋友 比如说我们想要知道的是 就是独居老人的状况 那他的很多独居老人 他本身他的朋友 也是独居老人 那么我们介绍完了以后 在路上并不容易找到 那么我们就可能再去访问的话 请他再介绍其他的 他的朋友 那他的朋友 然后我们找到他的朋友之后 再透过他 再介绍其他的朋友 就是用一个滚雪球的方式 去做的这个抽样 我们就称为滚雪球抽样 不过这种方法 也就是非随机抽样 那么介绍完了抽样的 一些方法之后 我们要介绍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效度 这个效度的话 要了解什么叫做效度呢 这指的是测量工具 特别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都会要需要一些工具 那么工具是什么呢 像是问卷就是一种工具 抽样的方法也是一种工具 它可能会影响到测量结果 效度我们当然希望越高越好 那么怎么样会影响到效度呢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抽样的方法啦 问卷的这个合适度啦 还有就是样本的大小 都会影响到这个效度的高低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专有名词 也必须要了解的是内部效度 什么叫做内部效度呢 就是本身来说我们这个样本的观察值 可不可信 可不可靠 比如说我们去调查中年妇女的年龄的问题 可能并不是每一位受访者 他都会非常老实告诉我们他的状况 有的时候他们会刻意的隐瞒 像这种情况 我们去调查他的这个薪资 他们也不见得会真的会告诉我们 所以这个本身来说 这个内部效度 这个我们要了解 本身观察值是否可信的一个程度 那么什么叫做外部效度 就是说我们的研究的结果 是不是把它推广 是否一般的话 能够扩张出去 这就所生的叫做外部效度 往外扩张的 就叫做外部效度 那么至于说同学要了解 信度效度相关的一些资讯的话 那么我们要去学的是 更进一步的一些统计的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主要是以介绍抽样的一些方法 介绍给各位同学了解 抽样的一些方法的技巧 那么为什么要抽样 我们为了要节约成本 因为母体很大 我们不知道这个母体的状况 那么我们透过的是抽查的方式 用抽一部分 来了解这个母体的状况 那么最重要的是抽样可以怎么样 节省人力财力 节省时间 迅速的得到结果 但是我们要了解的是 样本去推论这个母体 我们可以用两个成语来做结尾 它可能会有第一个种结果 叫做以偏概全 也可能是一叶之秋 以偏概全就是抽的一个不适当的样本 然后误以为这个结果是这样的 一叶之秋就是我们只要抽了一个叶子 我们就了解所有的状况了 所以这个抽样的技巧 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要小心 不能够以偏概全 那么我们就能够以偏概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